5.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上海工作了 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很忙,很紧张 有时候我会想起老家那种悠闲的生活 我的老家在中国的北方是一座丑城市 那里的人们跟上海人一样 每天上班下班,去超市买东西 去餐厅吃饭,到电影院看电影 开着自家车去各地旅游 但是老家没有上海这么多的人 没有这么高的楼,也没有这么贵的物价 我妈妈就特别喜欢老家的生活环境 我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 她一直在老家生活 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她不想离开老家 所以没有去上大学 就在老家的幼儿园做老师了 21岁那年,她和我爸爸结婚 两年后,我出生了 她30岁的时候,辞去幼儿园的工作 自己开了一家书店 后来又做过其他工作 但一直没有离开老家 现在,她每天早上去公园锻炼身体 白天买菜,做饭,打扫房间 晚上看看电视 她觉得每天都生活得很愉快 6.日本人一年四季都喝冷饮,吃凉饭 即使是很冷的冬天 饭店服务员也往往是 先端上一杯冰水 然后再问你要什么 日本菜的代表之一 寿司,就是用凉米饭做的 另外,和饭大多也是凉的 每天带饭去上学,上班的人 一般都是吃凉饭 中国人刚好相反 他们喜欢喝热饮料,吃热饭菜 特别是,米饭一定要吃热的 如果孩子吃了凉米饭 妈妈会很生气地说 热一下再吃 吃凉米饭对身体不好 你去饭店吃饭 很多饭店也会先给你一杯热茶 但随着饮食生活的不断变化 冰啤酒,冰果汁等也出现在了餐桌上 不过,凉米饭还是很难接受的 中国人也有带饭的习惯 但和日本不同的是 在公司或学校都有热饭的设备 带饭用的饭盒也都是耐热的或保温的